這道是我們的三杯醬頭鴨 它裡面有手工白條 吃蝦工還是蠻Q的 我第一次看到三杯裡面 有放果條的耶 對啊 可是我覺得很聰明耶 對 因為它裡面那個醬 然後果條去把它那個醬 全部吸上來 對 包括鴨油 還有它那個醬汁全部吸住 你是不是餓了 我剛剛跟你說 我就是餓著肚子吧 你怎麼讓你給 你用救援那條 阿哥 通常再給你們吃餓 真的 你是不是突然 大胃口 你是不是給小阿哥吃 然後才餓 你是不是在我吃完 才餓是不是 你可以嗎 你停下來 你停下來 不會 然後鄭重的跟他講 做不到 一直看到裡面有放果條的 真的 其實如果這一道海產 可以自己吃完 我就真的尊重 基本上 感受到這隻鴨 在我味蕾上奔跑 在你的味蕾上面很... 玩活的樣子 不要 不要 你都在鴨掌 鴨浮在你的舌頭上 在那邊這樣 啪啪啪啪啪啪啪 好 小蕙要來吃果條了 海產也要來吃果條了 而且 而且他沒有求救喔 而且他沒有求救喔 好強喔 海產 好強 超穩的 天啊 海產快 吃得快比小蕙還快了 我永遠 薑不用吧 薑不用了 這句話講到小蕙 調味料不用 好 小蕙 我開玩笑 小蕙沒有辦法切 他還是比較慢 不過海產真的很厲害 海產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7 小蕙完食